上节课呢 我们去实现了内容的预加伞 这节课我们就把真实的内容 去给它请求一下 那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我们怎么去请求数据呢 首先我们第一件事呢 肯定是要去创建一个云函数 我们在Clode Functions上面 然后新建云函数 这里呢 我们就要get 叫detail 我们点击创建 创建完成之后呢 我们这里第一个 我们先去获取一下 我们数据库的一个引用 我们叫uniqlode.database 这样呢 我们获取数据库的引用 把这些内容 还是我们要删掉 我们暂时用不到 我们要去获取详细的内容呢 我们先从event里面 我们去给它接收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是什么呢 第一个肯定是user id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什么呢 article id 我们先获取这么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是从我们客户端传进来的 传进来之后呢 我们去获取一下我们的user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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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collection 谁呢 user 然后.doc 获取我们哪个用户呢 我们user id这个用户 然后我们get 这样才能够去获取我们的用户信息 获取完我们的用户信息之后呢 我们要怎么去使用它 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的控制台 打开uniqlode的web控制台 我们点击详情 我们先看一下都有哪些内容 在云数据库里面 我们的article里面 可以看到呢 我们要把所有的信息给它去获取掉 之前我们获取的所有信息呢 其实都不包含我们的内容的 在这里有个content 这里面会有我们的详情信息 但是之前获取呢 因为我们请求的原因 我们没有去把我们的content去给返回 只返回了一些我们其他内容 这次我们不返回的是什么呢 content肯定是要返回的 我们把它收起来 然后呢 我们这里其实啊 应该会有一个评论相关的内容的 因为我们现在都没有去添加评论嘛 所以我们可能看不到那个字段 有一个叫comment的一个评论字段 所以我们评论 我们不应该在这里去返回 我们通过一个其他的借口 去单独的返回我们的评论信息 所以我们这里主要返回什么呢 content是我们主要的内容 然后我们要去新添加几个字段 在我们的优色表里 可以看到这里有几个空数组 我们articlexids 就是我们都收藏过哪些文章 这意思就是说 这篇文章有没有被我们收藏过 同样呢 这个作者我们有没有去关注 那么最后一个 会有一个点赞的ids 就是这篇文章 我们有没有去给他点过赞 正好就对应的是 我们下面的一个收藏点赞 包括后面我们会有一个作者关注 这三项在我们的数据表里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article 去返回我们的数据的时候呢 把这三个字段 我们去给他添加上 然后回到我们的代码里 我们怎么去做这件事呢 首先我们先声明一个list等于what db.collection collection是谁呢 是我们的一个文章 是我们的一个文章列表 然后我们使用一个聚合的操作 aggregate 我们使用聚合 使用聚合的话 我们先把我们的几个字段 我们给他添加上 这三个字段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 是否关注作者 那么我们叫 ease author black 冒号 我们的操作符表达是 我们应该怎么去写呢 首先我们应该使用聚合的一个操作符 我们去这里给他声明一个dollar 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db.com db.aggregate 这样可以获取我们的一个操作符 获取操作符之后 我们之前的课程讲过有一个关注 关注的话 直接在我们的get list里面 我们去看一下 当获取关注的时候 我们会从articlex ids 这么一个字段里面 字段是从优色表里来的 我们去这个字段啊 数组里面 去找有没有当前文章的id在里面 如果有的话 说明我们 是我们已经对这个文章进行了收藏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呢 去写我们 现在的这几个 是否关注作者 那么我们就用到了.in in的话 它是接受一个数组的 那么它的第一个 数组的第一个值 值是谁呢 我们要把作者的id 去添加到我们优色表里 所以是$author.id 我们拿到它的id之后 我们去什么地方查找呢 我们去优色表里 优色我们去 再给它写下 优色等于 优色.data 0 这样获取我们的优色对象 那就又塞点 other -lags -ads 就是对应的我们是这里的 看一下 对应的我们这个字段 对不对 这样我们就给它添加了一个字段 是否关注作者 同样的呢 下面还有一个 是否收藏文章 那这个我们之前 已经是写过了 那其实就跟它是一样的 我们给它抄过来就行 但这里我们就需要改了 我们改成user点 articlex 最后呢我们再添加一个什么字段呢 这里有个逗号 我们不要忘记 最后添加的是 是否点赞 我们叫 炸一下是 simble usimble 然后呢我们使用 dollar.in 我们找到我们的文章ID 找到ID之后呢 我们从User点收藏 我们是否点赞 我们找到最后一个 SymbolUpArticleI.S 这样我们就成功的去给它添加了三个字段 三个字段呢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里面去标识 我们有没有收藏 我们有没有点赞 最后呢 我们有没有关注 关注按钮 稍后我们再去给它添加一下 我们新添加完字段之后呢 这是我们给所有的列表数据 现在查找的是所有列表数据嘛 每一个都会去添加这些内容 所以我们需要添加一个match match是做什么的呢 是给我们筛选数据 我们只需要返回ID 我们返回的是ArticleID 就是从我们客户端里面传进来的这个文章ID 这样的话就可以只去筛选我们当前ID 是我们用户传进来的文章ID的这一条数据 会把它返回给我们的客户端 接下来是做什么呢 之前我们说有一个字段不返回 我们不返回什么呢 我们project 这样可以去 它可以去操作呢 我们是哪些字段返回 哪些字段不返回 我们之后呢 会定义一个comments 会定义这么一个字段 去保存我们的评论 我们给它传一个0 或者传一个force呢 表示不返回 因为我们的评论可能会有很多 我们就不在一个云含数里面去返回这些数据了 这样我们的云含数呢 就已经算是处理完成了 最后呢 我们要按的结尾 结束之后 我们才能够成功的返回我们的数据 然后把它返回给我们的客户端 先给它一个code code呢 我们写个200 ms 数据 请求成功 最后返回一个data data就是我们的list 第二 data 第0项 因为我们的返回的是一个数组嘛 数组里面只有一个内容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0 返回客户端就可以 我们保存一下 现在呢 我们去模拟一下我们当前写的云含数正不正确 那么首先我们先去右键 给它配置一个运行测试参数 这里面会有什么内容呢 我们去其他的云含数里面 我们去超过来一个useid 我们把useid选在这里 然后呢 它会有一个什么字段呢 id code id 这个id是什么呢 我们去随便找一篇文章 把我们的id给它复制下来 然后放在这里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右键 上传并运行 然后我们来等待我们的运行完成 看一下我们的返回结果 对不对 上传成功之后呢 我们点击这个箭头 把所有的内容打开 这就是我们返回了一条数据 下面数据很多啊 我们可能同学有点看不清 但是不重要 同学们自己试一下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些数据了 这些数据呢 全是列表里面的 它其实只有一条 那么我们没有报错 说明我们的请求是成功的 我们直接给它上传部署一下 我们上传成功之后已经相当于部署了 我们直接去请求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把它折叠起来 折叠起来之后 我们找到common 我们先去声明我们的列表 我们在最下面 最下面 export const getdetail 等于一个箭头函数 然后我们return return$http 然后呢 我们给它传两个参数 一个呢 是url url指向的是我们的云函数 我们叫getdetail 我们的云函数的名字 最后呢 把data是我们客户端传进来的参数 我们同样丢给它 这样我们的ap 就已经给它定义完成了 完成之后 我们折叠起来 回到我们的home detail里 进来之后 我们先去给它写一个方法 我们叫getdetail 这是做什么的呢 获取 相亲信息 然后我们使用this.dollarapm.getdetail 然后呢 去返回我们的数据 我们log一下res 这里要给它传一个参数嘛 参数 其实在这里 我们UCID之前已经全局传的 所以我们只用传articleID 是什么呢 是this.from.data中的-ID 这就是我们从列表里传进来的那个ID 然后我们再去unload里面 我们去调用一下 我们要在给this.from.data复制之后 我们去调用 否则的话我们是获取不到这个ID的 电源完成之后 我们回到我们的chrome里 可以看到呢 我们稍信一下吧 看到呢 数据成功成功之后 给我们返回data里所有的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其实对应的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内容 我们数据获取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了 我们把data拿到 等于res 然后我们直接给this.from.data 去给它负一个值 这个值呢 其实就是data 去更新一下 我们上面从unload里面传过来的这些数据 如果数据有更新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请求里面 直接去把我们当前的这个变量呢 去给它更新一下 然后我们保存 我们把这个内容呢 content 把它去打印到我们的列表里 直接打印上来肯定是不对的嘛 所以我们为了看我们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先直接给它输出一下 怎么做呢 我们直接在这里 我们from.data.content 这样就把我们的内容呢 给它去输出了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html的一个文档 文件 内容有很多 所以说我们的内容呢 其实就已经更新成功了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其他的 我们点进来看页 我们随便点一个 进来之后呢 也能看到不同的一个内容 这就是我们详情页面 云含书的封装 然后我们把里面的内容 简单的去处理一下 我们给它一个 will class 我们叫detail-html 把它放在这里 我们去给它处理一下 它的样式 现在的样式 多少有点顶头 还有点丑 我们去给它加一下 在detail-content里面 在这里呢 我们去给它加个pudding 上下左右呢 我们全都是15px 我们给它上下是0吧 然后我们content 给它加个magen top 是15 20px 我们保存一下高度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删掉 我们写一个最小高度吧 最小高度 是500 这样再看一下我们的内容 红边框 我们给它去掉 现在的内容呢 看起来就稍微规范一点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复文版 怎么渲染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这节课呢 就先到这里 这里 我们下节课就会 听起来 我们下节课就会